最近以Super Lady回归的G Idol 虽然成员们接连传出生病暂停活动消息 导致最后直接决定不打歌 但本次回归依旧是话题满满 15日晚间又释出了新曲ReVNG MV 手录在他们第二张正规专辑2中 作为第二首手录曲 同样是队长田小娟亲自作词作曲 以强烈的摇滚旋律带出整首歌 我必须复仇的核心 在释出19禁的MV之后 究竟歌词与音乐录影带 想传达什么样的主题内容 相信都引发粉丝的好奇 初看G Idol Revenge的MV 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首 想家暴男报仇的歌曲 确实表面上是如此 但看见131的调查版上 竟然藏有岁甄的生日1998年3月9日之后 便能发现这首歌曲 其实有助另一层意涵 舒华在MV里一人焚尸两绝 除了用望远镜调查 可疑爆炸命案的高阶警探之外 另一位则是被家暴 嘴唇上有伤痕的女性受害者 被家暴的舒华 被威娟 美丽 小娟 与其目睹受害现场 于是一起携手反击家暴男子 并且把现场布置成意外事故 刑警舒华对此展开调查 虽然她有助舒华的长相 但根据调查版上记录的资讯 有一排数字卸注 1997年10月23日 1998年3月9日 1999年9月23日 依序对应为Mini 穗珍与其的生日 因此粉丝们都认为 这位被害女子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穗珍 她跟威娟 Mini 小娟 与其等其他四人 同为这起命案的见证者 正被穿着白色衬衫的 淑华警探给怀疑住 GIDLRVNGMV中 穗珍淑华是长期被同居男友家暴 总是穿着睡衣 在阳台上望住远方发呆 Mini 是住在她楼上套访的 千金名院 与其是住在隔壁的创作歌手 韦娟是同一层楼的警察 而小娟则是负责打扫的房屋 某天 此人偶然撞见穗珍正在被家暴 无法忘记这害人的景象 让他们决定展开行动 出手相救 在穗珍又一次跟男友发生争吵时 预期带住吉他砸向他的后脑 小娟炒他身上倒汽油 维娟拿笔刺向意图反抗的他 最后有Mini点燃了火柴 在警察维娟的掩护下 他们成功把现场伪装成一场意外事故 统局的穗珍也假装受伤来规避嫌疑 达成了一次完美的复仇 而整部MV便是从舒华的调查视角出发 施主揭开还原整起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始末真相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 G.I.Del Revenge可以说 是一首庆祝穗珍在去年 Ear Gossi Solo出道的歌曲 MV背景设定在跟当时穗珍霸凌争议爆发的 2021年4月相符的Easter Night复活节 不仅跟早与火灾和最后柴下绷带互相搭配 带有与火重生的意味 众人合力杀掉家暴男造谣抹黑网络酸民的情节 也以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扶持 展现出满满的六人团婚 真的超级感人 而关于当年的穗珍事件 他与爆料者僵持半年后 被迫无预警宣布退出团体 是非曲直相信每个人自有评价 而这次G Idol成员通过回归 再次公开自己的态度 穗珍事件始发于2021年2月 一位匿名爆料者在网络上PO出一则 G Idol穗珍校园暴力的文章 在文中说道 虽然对其他成员很抱歉 但我再也不能对我妹妹曾受过的伤害 装不知情 指控穗珍在国中使妻带头霸凌 让被害者至今都走不出伤痛 此片文章一发出后 便立刻在韩网引起高度讨论 爆料者指出 穗珍不仅会抽烟喝酒 还会偷东西 还会找几口跟对方索钱 并曾找几口将被害人 带到商家厕所对他施暴 唆使被害人打同行的朋友巴掌 此外 海控穗珍在团体聊天室中 呼吁同学排挤他妹妹 让他留下了无法抹灭的心理 隐隐 就在爆料贴文在韩网疯传了一上午后 Cube娱乐当天 便否认此传闻 表示爆料者当时是听到妹妹 与穗珍在电话中争吵 双方争吵是事实 但爆料者主张的校园暴力 已确认完全不是事实 并强调会采取法律途径 对付造谣者 而当晚爆料者便再次发文 更加详细地描述霸凌事件 反驳公司否认霸凌一事 并加上了毕业册照片等证据 此时与舆论开始偏向爆料者 网友对穗珍的评价都十分负面 穗珍本人则于爆料贴文 发出两天后亲自发声 表示自己小时候懵懂无知 确实有抽过几次烟 跟爆料者的妹妹也确实有吵过价 但绝无打人 抢校服 投东西 一击在聊天室台级等不失指控 双方各执一丝 让网友们都物理看花 而这时 Cube也决定让深陷霸凌争议的穗珍 暂时暂停活动 在Cube与穗珍出面否认霸凌的隔一天 演员徐心爱在个人IG上传了一句写助 None of your excuses 不要再找几口了的现实动态 引发网友讨论 由于她跟穗珍来自同国中 也曾在节目透露自己曾被霸凌 不少人都怀疑她是被害者之一 而针对此事 穗珍本人则回应不曾与徐心爱演员说过话 因为此事对她造成困扰而感到很抱歉 不过徐心爱则在3月时在IG上正式表态 有时可能是因为嫉妒 也可能只是擦身而过的话语 但对我来说那些话留在心里留下很深的伤口 至今都还深深留住 打脸不断否认霸凌的穗珍 而徐心爱的声明也让网友们 百分百确信了穗珍曾经是霸凌者的传闻 面对爆料者与徐心爱的指控 穗珍则是在3月中发文反驳两位的说法 一概否认所有指控 坚持表示自己从没有霸凌过别人 并点名徐心爱要她出来说清楚 不过此时网络风向已经已面倒 网友们都不相信穗珍的说法 强烈要求她退出团体 而CUBE也在当天表示已搜集相关证据 针对所有虚假事实及恶意评论证事提告 事件过了半年 粉丝们以为决定提告的CUBE最后会带来好消息 但CUBE却在十四分之八发出声明 争议事件让大家担心相当抱歉 未来GIDOL将会以五人组的形式进行活动 展现出更加成熟的音乐和舞台 正式宣布穗珍退出GIDOL 引发粉丝们的强烈不满 更掀起后续一连串的退团争议 不少网友及粉丝无法理解 为何公司都要提告了 最后却还是让穗珍退出GIDOL 认为CUBE娱乐为声明处理经过 及霸凌事实真伪 就无预警让穗珍退团相当不负责任 本来很多粉丝以为穗珍将会和成员一起回归 没想到竟然是得到穗珍退出GIDOL的消息 让许多粉丝都不能接受 无法咽下这口气 认为爆料者没有实质的证据 根本无法明确证明 穗珍的校园霸凌 让拥有舞台将人称呼的穗珍 被迫不能完成梦想 而退出GIDOL后的穗珍 完全消失在大众面前 直到23年6月30日 才开通个人ins账号分享最近的生活 状态似乎不错 让许多人又惊又喜 渐渐回归在大众失业的穗珍 在10月16日被韩国媒体报道 已经与新的经纪公司BRD Communications进行签约 结束两年八个月的空白期 如今更是出现在GIDOL的影片里 真的让人意难听